怎么去解决规避问题 怎么去解决 这些都很重要啊 因为现在好多公司的这个模块特别漂亮啊 特别吸引设计师们啊 然后其实不 其实他的真正的意义还是他还是在于他的他的方案 他的方案 方案的这个系统性啊 不是在于一些细节的手法啊 留白啊 或者是穿插呀 这些关系 这些都是都是次要的 有的时候 可选可不选的时候 这个这些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还是那个集中在我说的问题上方案啊 把每个空间的功能给给好了 然后呢 解决动线 无论是动线还是视线 还是听觉 都要同时去考虑 多维的去考虑 有的时候都超越三维了 一定要是多维的去考虑 你的设计才会更加的什么 体贴化 人性化一些 对吧 嗯 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原来的这个方案都避讳了 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避讳了你出现的问题 风水啊 然后呢 声音呢 都会都会避讳 都会避讳开啊 虽然有的区域进行了浪费 那我们就进行一些系统的进行一些优化就可以了 嗯 好嘞 时间关系啊 时间关系这个就不去不去大弄了 嗯 浩缸洗澡 建议地水 那块可以是铺砖或者铺石财的 那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 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啊 我时间关系我就 不画了啊不画了 往下捋 我们尽量 去多说几个方案多说几个 这方案不得很好谁的 这方案不得很好了啊 大体看了一下 没有必要去调整 空的就不要发上来了啊 有人发还发空的啊 这个是dj dxz 这个还是需要调整的啊 但是你画的太草了 太草图了 cd也是比较草了 放放模块 嗯这个方案我也说两句 我从上往下捋的啊 嗯 这常规的一个户型啊 常规的一个户型 南向 四彩光 嗯 看一下是怎么弄它 首先呢 玄关一进来 需要玄关柜来配套 比如说它是配套在这边 我们可以在左边啊 这左边加两组柜子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这个进来了 餐厅区 服房区 然后呢 这边是往里走 有个有个过廊区啊 现在是一个过廊区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客厅 完整的一个客厅区 完整的一个客厅区 主卧室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主卧室 这边是一个次卧室 主卧室 次卧室 嗯 这块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外面是领域房啊 这块应该是四部阳台 利用上了 领域房 这是生活阳台 这块是个梳妆 梳妆区 一个主卧配套的一个阳台区 好了 说问题 问题刚才说了 玄关一进来 你需要收纳柜 当然这个可以 作为玄关收纳哈 我个人是觉得 在这边 你这比较浪费嘛 这边的话 是不是更好呢 玄关收纳一些啊 玄关收纳 然后呢 餐厅这没问题 这个简历墙 如果不去调的话 没问题 一个位置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最好是也能 跟这个边形成一个关系啊 椅子收进去 后边的柜子 能用就可以了 没事 然后呢 这个挂画端井啊 也会形成一点 一点关系性啊 好 走过来呢 客厅没问题 主卧室 有点问题 这个卫生间 有点问题 嗯 定义房 你是挪到了外头啊 这是有点 嗯 有点尴尬 尴尬 也就是说 你的直接性关系 是厨房套了卫生间 厨房的外边 就是卫生间 厨房的窗户外面 就是卫生间 淋浴房 这个无论是视线啊 还是风水 感觉都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厨房 要考虑开窗户 啊 开窗户 采光 开窗户 视线 对吧 都要考虑到 所以说这个 这个关系不好 这个关系不好 这个区域啊 尽量还是 作为这个 这个设备阳台啊 或者是一个 一个小露台 或者是一个 一个收纳的一个区域 室外的一个收纳区啊 或者是晾赛区域来使用 或者是厨房的配套 来使用 反正是他 不好当 这个领域房 当然了 这个卫生间太小了 所以说呢 很难来处理啊 很难来让这个 嗯 领域房能舒服一些啊 很难很难了 比较难让 领域房舒服一些 我们一会儿再想想办法 但是这个关系 指定是不理想 指定是不理想 呃 然后主卧室 客厅没问题 主卧室的话 有点问题 呃 这个衣帽柜呢 呃 中间的这个 这个尺寸啊 常规来想 最低最低 极限尺寸 也是900亿米的 一个尺寸啊 不能再低了 现在看这个尺寸 应该是不到了 可能是只有个 嗯 800左右的样子啊 800左右 不能往右了 只是比800 小于小于800的样子 说这个衣帽间的形成 可能是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但是想 要这个衣帽间 也不是不可能啊 也不是不可能 非要想要这个 优星衣帽间 就往北亚了 往北亚 动这个墙 动这个墙 让这边形成一组柜子啊 然后门再往往往上推 门外往上推 不让他跟餐厅打架就行 然后呢 拐过来 拐过来之后呢 这边让他一个舒服的一个动线区 嗯 嗯 你刷呢 嗯 我给他乱了 找不到 插掉 比如说你非要要一个衣帽间的话啊 现在让他舒服吗 啊 往上提提的话呢 这边还能提出来200 然后这边呢 还能放大个100多 这个尺寸 然后这边呢 还能复了一个什么 复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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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飘窗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床呢 再往这边一点点 嗯 里面呢 是推拉门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块可以放墩 然后呢 这边 嗯 进来 这块可以做一个 一些小的层板 或者展示格之类的 让他形成一个关系 让这边完整一点 完整一点 窝室完整一点 然后呢 就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卫生间这块 如果领域房非要在里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怎么能让他形成 嗯 那整个这个样子了 哦 不知道 这块有简历墙是吧 这块没有 没有的话 往里困 困到这个简历墙这 困到这个简历墙这 让熊光柜擦一下 尽量释放这个厨房的 那卫生间的面积吗 尽量释放开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好 谢谢观看 这卫生间门呢 也不要跟这个坐视门打架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如果满可能一位的话 如果满可能一位的话 这样的一个位置 当然从玄关来讲的话 它的玄关也不是特别好 当然厨房这块我们